妹夫你知道今儿啥日子吗 啥日子我当然知道 我跟二米粒结婚三年零三十三天 这日子你记得挺清楚 那当然记不住挨揍 妹夫 我知道了 今天是我妈牙疼纪念日 你看你这傻孩子 瞎说啥呀 今天是你爸过生日 六十六大寿 妈不带你这么抢答的 这么大日子我能不知道吗 要不然我大姐夫能做长寿面吗 你看看这菜都准备好了 今天我想好好给你爸过个生日 我还忘了 给你爸做件新衣服 扣还没盯完 我赶紧盯扣去 行妈你忙着去吧 你放心厨房这有我呢 好嘞你帮忙我 有你啊 来帮忙弄面吧 我弄什么面 我哪会 这是你的活啊 你说你也是 你就不够意思 怎么呢 咱爸过瘦 六十六岁大瘦 这么大的事 你不早点告诉我 让我在妈面前出丑 你就故意的你 就我心思着 爸这么大的事 你还能忘了我 我这么忙 我天天忙成什么样 我什么事我都记得呀 你再忙那家里边的生日你能忘了我 那家里人生日就得都记着呀 你快拉倒吧你 我的生日几月几号你说出来 说出来我咔我跪地我给你磕个头 八月十二号 行了 行了 闹什么 这是我大姐夫 我磕肠给他磕个头 他也不干呢 那我倒不反对 行了 这个环节 起哄 非让我给你磕头 我觉得大伙的建议还行 不是不是不是 说点正事 大姐夫 你看每次妈爸过生日的时候 咱俩都是意思意思 是吧 我就想问问 这回你打算怎么个意思法 那我肯定跟你没法比 对吧 我记得前年吧 我是拿了五百 你当时咔 你来了五千 去年呢 我呢 是一千 你咔 你就来了一万 你每次都是我的十倍 哎呀 大姐夫 其实这个事吧 我也是 哎呀 整天夜不能寐 我也是很自责 怎么呢 你看咱俩吧都是女婿 哦 在这个家里边吧 我老这么压着你 是吧 哎呀 在这个问题上 我总是你的十倍 哎呀 你是不是觉得不太舒服 我没有啊 我没不舒服 你是不是不好受 我好受啊 你孝敬爸妈 我有啥不好受的呀 那就是大姐不好受 你大姐也好受 她背后老夸你 说你能挣钱有本事 不是 那你就说吧 你说你这回爸过六十六岁大寿 你两口子准备给多少 我是这么寻思 这个我不是提值了吗 对吧 单位效益挺好 另外呢 你大姐今年的活也挺多的 又赶上爸呢 是六十六大寿 我们两口子商量啊 拿六千六百六十六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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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你要拿多少 六千六百六十六 不是 我跟你说不能再多了 再多我俩就受不了了 不是 你还十倍吗 我肯定得十倍啊 六千六百六十六 那我就是 我就是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 我这个 我的妈 妹妹 你这干啥呢 这 这数钱呢 啊 六万多我不得数一阵啊 你可别这么数 你这么数容易 你怕精神 大姐夫 我 我 我跟你说点事 其实 你和大姐这种情况啊 你看 爸妈都了解 包括街坊邻居们都了解 是吧 对 你们没有这个条件 对 不要装 知道吗 啊 用不着六千六百六十六 你看 爸过寿也不是图咱们儿女的钱 就是图儿女一个心意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就算是你现在提值了有钱了 你给妞妞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买点学习用品 这不好吗 这话也倒是对不对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说我给爸妈多少钱呢 你这样 爸不是六十六岁大寿吗 你给个吉利数 六十六 六十六 你这也太吉利了吧 这这 不是 行 你咬咬牙 你跺的脚 你给六百六十六 怎么样 我我跟你说 大姐夫 你这个人啊 在咱们邻居面前 你都很实在一个人 对不对 你很朴实 你别太装 你太装就失去你的本色了 你听我的 你就六百六六挺好 那行 那回头我跟你大姐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呀 商量 这事我还做不了主啊 怎么着呀 这房子首付的大头 你付的 你付的 行不行 行 不能变了 听你的 六百六十六 六百六十六 行 他拿六百六十六 我是他的十倍 六千六百六十六 比六万多少多了 这我都得借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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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二妹夫干啥去了 哦 她可能出去打电话去了吧 啊 啊 那正好 妈想问点事 啊 您说 这回你爸过六十六大寿 你准备拿多少钱呢 啊 妈 您坐着 哎 我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呢 啊 你说 我们两口子想掏 六百六十六 行不 六百六十六 少点哈 不少 哎呀 我和你爸呀 知道你和大米粒的情况 再说了 你瞅瞅咱这个家 这里里外外这么些年 不全都是你俩忙活吗 这就等于孝心了 妈那意思啊 想问问你二妹夫拿多钱 那他肯定拿的多 就是啊 妈就担心这个事 你说平时你爸过生日吧 每次他都比你拿的多 当时妈脸上可挂不出劲 哎 这回你说你爸过六十六大寿 他肯定还得多拿呀 那 他也是孝心嘛 妈跟上了个事 嗯 妈呀 给你背一万块钱 哎呀 这干啥呀 哎呀 妈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撞着脸 哎妈不用啊 那我哪能拿您的钱给我爸呢 哎呀再说了 这不也是为了让你爸高兴吗 妈这钱我不能要 你看你这孩子 丈母娘就不是你亲妈呀 要是你亲妈给你这钱 你拿不拿 啊 那行 那我拿是拿 但是我得把我那个六百六十六加上 这孩子 十二十 你随便 哦 十二多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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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说咱这面子啊 哎 借着了 解决了 哈哈 老二啊 哎妈 哎呀 妈正想找你呢 你说怎么着 妈想说呀 啊 你爸这回过六十六大寿 哎呦 妈 啊 这还要你老人家操心吗 这是儿女的事 是 我都安排完了 哎 是啊 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放心 是我大姐夫的十倍 嗯 永远的 好好好 哎呀 妈就说这事呢 平时你爸过生日 哪次你都不少给钱 那应该的呀 是吧 哎 所以说呀 这次你别拿太多 你大姐夫他没钱 他没钱 没 我跟你说 一家俩女婿 不能个个都有本事 有我一个有本事的就行了 是 妈知道 哎 可是这次啊 你别拿太多啊 放心放心 意思就是多了 刚才我跟你大姐夫说了 啊 她说呀 她毛大劲 啊 也就能拿一万零六百六十六 不少了啊 妈 这次办成课 我刚才没听清楚 她要拿多少 一万零六百六十六 一万零六百六十六 那我是她的十倍 我是多少啊 十万零六十六 十万零六十六啊 十多万我哪儿借借我 赵范子 啊 你方也痛 你过过过过过过来 太阴险了 这个人 咋的了这是 你什么意思啊你 咋 我让你拿六百六十六 我那是害你啊 不是啊 我那是为你好啊 我知道啊 那怎么又变成一万零六百六十六了呢 你别跟我说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是 我在这个家里头 一直压着你 每次爸过瘦 妈过生日 我都是咔 你这儿咔 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不好瘦是不是 不舒服 你就说不舒服 装什么装啊 你看你 他家背后给我来一套啊 说六百六十六 现在拿一万零六百六十六 行你拿吧 拿吧 我认了 我认了 我什么身份 行 我觉得你拿的还少 有本事你拿两万零六百六十六 我跟你在这儿说 行 拿吧 这啥子呢 这是 大姑娘啊 刚才我听了 二女婿在这抄啥呢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了 哎呀 是不是嫌你钱拿手了 没事 你放心 妈又给你备一万 你备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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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万零六百六十六 行吗 妈 你不能再给我钱了 哎呀 没事 你听妈的 没错 去 那么多活呢 帮妈忙 我就去 快办啥 办啥啊 快点 哎 我我跟你说 我我就 你就帮我这个忙 行不行 二姑娘 就十来万 哎哎 哎妈 二姑娘 哎哎 妈跟你说点事 你说你说 那啥呀 你大姐夫没钱 没钱 他没 他没钱 他装 他没钱 不是 你爸 这回你就意思意思 让他也游游 心里头能平衡点 你可别拿太多了 我该我 我该我拿的 我一定拿 你放心吧 哎呀 刚才我跟他说了 叫他多拿点 这回拿两万零六百六十六 不少了 我我我去上班去 我妈刚才说 他要拿多少 那我应该拿多少啊 妈 哎 妈 您来 我跟您说点事 啥事 来 妈 妈您坐着 哎 妈 我知道您的好意 是吧 您是为我好 但是我心思吧 这钱我不能要 你看都说好的事了 你这孩子 妈 我真的不能要 你说我拿您的钱 这算啥事啊 啥事 我也不能拿您的钱 再给我八千 这是您的钱 我该给您多少钱 我给您多少钱 等会儿 这我可看见了啊 妈 这两万块钱是你的 你把两万块钱给我大姐夫 然后我大姐夫再把这两万块钱给我爸 对不对 喝 太快 妈 你们娘俩这不是在合伙忽悠我的吗 你好好想想 你过生日爸过寿 我给的钱可不少啊 是是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您啊 哎呀姑娘 你误会了 我没误会 我都看见了 我都 妹夫 你听我和你说 你什么都别说 你是女婿 我也是女婿 妈 你这事做的是不是有点偏心眼啊 不是妈 妈 妈我觉得 我觉得我妹夫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这事我觉得您是做的有点偏心眼了 孩子 我是偏心眼 可是我骗的是她呀 啊 谁信呢 哎 二姑娘啊 你就别瞒着妈了 最近你的公司 是不是资金周转有点困难了啊 是啊 不是你咋知道的呢 二米粒都跟我说了 昨天回来 一进门就哭 哎呀 你说她把这些事 给告诉您干嘛呀 让你着急 你们都是我身边的孩子 谁有困难 妈能不心疼啊 啊 有事不跟妈说 跟谁说呀 孩子啊 这些年呢 你给爸爸妈妈的钱 我们一分都没花 都把它存到这个里了 来 连这两万块钱 妈都给你 孩子 妈 妈 妈这钱我不能要 我不能要 你听妈说 以后啊 有钱就是有钱 没钱就是没钱 别装 妈 你就是我的亲妈 行行行行行 跟亲妈不行来这套啊 孩子 哎呀 我得赶紧给你爸顶扣去了啊 要一会儿不敢趟呢 哦 妹夫 闹半天是这么回事啊 哎 你说你也真是的 咋着就是咋着呗 有钱就是有钱 没钱就是没钱 你干什么玩意 你弄这个 你 我告诉你 你你你不准笑话啊 我笑话你啥呀 妹夫 人哪有一帆风顺的时候啊 啊 有赚钱的时候啊 就有赔钱的时候 你做买卖嘛 对不对 你赚钱了 你别得意忘情 你赔了 你也别垂头丧气 我相信你 一定能撑 一定能东山带起 啊 那是你肯定的 那是肯定的 对吧 钱够不 这肯定 肯定我估计还得差个三五万 没事 我跟你大姐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三五万我们还是有的 啊 拿着 俺俩全部继续 拿着 大姐夫 啊 你就是我的亲姐夫 你一直以为你姐是捡来的呀 啊 啊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 大姐夫 哎 这个钱 嗯 这个钱你 你可不是白给我的 怎么的 啊 你这样 算你入股了 啊 从明天开始啊 你就算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了 哎呦 哎呦我的妈呀 以后我就是股东了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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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说啊 以后别小看我 我也是股东了 哎 啊 哎 哎 你别忘了还给我啊 不是 股东了还还什么钱呀 就不用还钱了 股东你也得还我钱呢 以后 你挣了钱 你不还我吧 啥也不 你都股东了 你还什么钱呀 我股东股东 把我钱股东没了呀 嘿嘿嘿快乐是个大地道 谁分享谁就还陪